由網易開發的二次元 Roguelike 卡片戰鬥遊戲 《黑潮之上》近期在日本展開了封測 在這個遭到靈魂力量干涉的未來都市中 玩家將會遭遇各式各樣隨機的事件 並在收集不同的技能卡片之後 和相逢的對手打上一架 在戰鬥中玩家必須仔細觀察對手的行動後 再打出相應的手牌 如此才能夠降低敵人造成的威脅以及傷害 而在每次事件結束後的抉擇 都將一次次的影響遊戲劇情的走向 至於最終結局為和 就等到遊戲上線之後 大家一起來一探究竟囉